摩内哥 摩内哥,我们不是球星兵工厂,我们只是球星的搬运工。 说到当今祖坛的造星兵工厂,摩内哥和波尔图,都是有名的黑店。 他们不仅通过低价签下一些有潜力的实力派年轻小将,还通过转回操作大专的一笔。 最关键的是,在赚钱的同时,球队的整体实力没有受到什么影响,连赛排名依然强势,而且还是欧贯赛场上的常客。 摩内哥就是最突出的一个球星兵工厂。 北京时间8月6日,据西媒马卡报报道,摩内哥在最近两年,已经通过卖球员赚了5.5亿欧元。 在2016-17赛季,摩内哥小将姆巴佩和勒马尔帮助球队获得了法甲联赛冠军,打断了巴黎圣日尔曼对法甲冠军的垄断。 在上赛季还帮助摩内哥进军欧贯四强,可谓功不可没。 在最近的两个赛季,摩内哥卖出的球星有姆巴佩1.8亿欧元, 勒马尔7000万欧元,门迪5750万欧元,贝尔纳多·西尔瓦5000万欧元, 法比尼奥4500万欧元和巴卡约和4000万欧元等球员。 除此之外,一些不太出名的球员也给摩内哥带来了不错的收入, 比如孔哥洛2000万欧元,哈镇,迪亚卡比1000万欧元, 哈镇,夹杂尔1400万欧元,莱斯特城,梅特1000万欧元, 都林,穆迪尼奥560万欧元,狼队等球员。 世界杯结束后,摩内哥再次花了3000万欧元, 也进了俄罗斯中场哥洛文。 这已经是摩内哥最织欧的转会操作了, 其实以哥洛文在世界杯的表现来看, 他远远不知这个身价, 显然摩内哥是捡到宝了, 说不定一年后,摩内哥又会以1欧元以上的转会费 将俄罗斯球员抛出, 值得一提的是, 拜仁球星·J罗和曼联射手马夏尔, 当年也是从摩内哥出来的, 不得不佩服摩内哥的教练和负责转会的高管, 这才是真正运营成功的俱乐部, 摩内哥连赛战绩不错, 还经常挣扎欧冠, 还年年有钱赚, 这样好的运作模式, 确实是诸德俱乐部羡慕不已, 本文来自新川副时代, 创业加系授权发布, 略定编辑修改, 版权为作者所有, 内容仅代表作者独立宫典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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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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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